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此时这个局面从一开始双方火药味十足 在这个右边的整个的战斗当中形成了一个具有巨大目数价值的节征 此时轮到黑旗找结 在上方呢我们看到这个形状 黑旗旗形整体并不是很漂亮 应该说无论是这个黑旗先下还是如何 这个局部都是被白旗吃掉了 可以说现在对于黑旗的这个局势来看的话 并不是很有利 因为这个找结的话虽然这四个子的价值比起白旗整块旗的目数来看要小得多 但是找结并不是这么容易的事儿 而且白旗本身结材呢在这边还有几个 所以这个打结呢是充分的体现了一个棋手的水平的这么一个环节 在前几期的节目当中我们也给大家介绍过 关于李世世九段在处理打结局面下的一些精彩的表现 这盘棋同样呢又是可以让李世世九段得到很好发挥的这么一个精彩的片段吧 现在我们先来看一下 实战的黑旗找结他纵观全局 黑旗可以去寻结的地方呢还是在左上边 只不过实战黑旗把次去稍稍的变化了一下 按照常规的这个下法 黑旗找结会从这个粘住这个方向走 这样的白旗他还是会打 然后以后找结继续轮到黑旗下的话 把黑旗提白旗是铺上去 这样去双方在这边就是在打结走结财的 那实战呢 黑旗变化了一下次许单题 反而给白旗出了一道题目 一道选择题 这个时候如果说铺一个其实就还原了 实际上啊也正是可以体现出 李十十九段他在大赛上是非常有经验的 他就是在这些地方 本来可能觉得按照正常的下法 黑旗未必会得力 所以他在一些你意想不到的地方给你出一些这种看似是很简单 实际上如果你稍有不慎就可能是落入他圈套的这样的一些难题 其实此时如果科捷不多想 简单的还是按照正常的这个打结的次序 铺进来的话 也就不会产生像实战后来这么精彩的这么一幕了 也就是说当黑旗实战题的时候 白旗选择了打吃在外边 他觉得这样的话呢 黑旗结财有可能会少一点 因为铺的话至少黑旗就沾完了提 还是有结 但这恰恰是进入到了黑旗里逝时 他的这么一个期望当中 接着黑旗提结 白旗爬一个是白旗的本身结财 黑旗挡住 然后 重要的就是这个时候啊 如果黑旗挡住的话 白旗继续提 黑旗此时做了一个交换 先沾一手 然后跟白旗沾 交换了 然后呢 再挡下来 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 等于是浪费了一枚结财 把自己沾一下 其实他是担心这个时候 白旗反悔 万一去把这个提掉的话 有可能黑旗这个结本身的价值 未必会有一个很好的 这么一个结果 那这个旗白旗必须要走 如果不走 这被黑旗可以打出来 这边虽然黑旗没有几口气 但是还是可以足以跟白旗去 在这边的这个过程当中去对杀 这一路搬过来了 也就是黑旗上面 一二三四四口气 那在这个环节当中 因为黑旗在这边有先手 如果你猴的话 他可以继续 比如说尝一个 跟你上下两块旗 又进行对杀 所以黑旗粘住是先手 其实我想这两位对局者下棋的时候 一定都是充满了火药味 这也许是因为 一开始作为年轻的棋手 柯杰 他其实我们都知道 他是因为非常有个性啊 敢说的这么一个棋手 既有实力 同时也很有个人的这个性格魅力吧 碰上了李诗时 当年能够让柯杰 现在成为网红的最重要的一个事件 就是李诗时九段在输给了计算机 也就是阿发购之后呢 柯杰在网上说了一句话 就是他说 就算他能战胜李诗时 也赢不了我 就是因为这句话 让他成为了备受关注的这么一个棋手 我想能够说出这句话 一方面是出于一个棋手 对于自己的这种自信吧 同时呢 更多的是站在这种心理战的这种角度上来说 虽然在这二人的过招当中 柯杰的胜率会更高一点 但是应该说这两位棋手不能完全站在一个公平的角度去想 毕竟柯杰的这个年纪要比李诗时年轻很多 那曾经其实说来也很有意思 曾经李诗时也是一位敢说敢言的这么一个很有个性的洗手 当年他这个在这个韩国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之后呢 他还几度要求退赛啊 甚至是退出这个职业圈 闹得这个风波也是 也沸沸扬扬嘛 可以这么说 但是呢 有一点我想也是 值得让大家去尊重的 就是李诗诗作为一个棋士 一个胜负师 他在对待棋的本身上 是带有一颗敬畏的心的 这一点呢 我想才是一个大棋士真正的 值得让人去尊敬的所在吧 当然作为年轻的柯杰来讲 现在站在竞技比赛的这么一个层面上来说的话 胜者为王 所以让柯杰有这样的底气去说这样的话 其实当然了 在围棋作为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小众的体育项目 能有这样的一个人物去 掀起外界的这种关注的目光 对于围棋本身的推广和宣传来说 也是起到了一个积极的作用 所以其实我们围棋带给大家这种看围棋的方式呢 就是不是这么单一片面的 而是多面化多围棋的 还是回到这个棋局上来说吧 现在黑棋非常矫健的把这个粘完了之后 挡住白棋提节 让柯杰没想到的就是 由于当初的这么一个小小的失误 给自己后来造成了这么大的一个麻烦 现在黑棋他可以在脚上一路拐 居然也是一枚劫材 这是因为如果白棋脱先把这个粘住的话 那黑棋这个脚上一扳 它这块棋可以活 你现在如果跳一个 黑棋爬过来 不能扳 就冲了一打吃 当黑棋活了以后 白棋的这三个子就面临着一个死活的问题了 所以如果这样这么一个转换的话 等于黑棋把原本被吃掉的这几个子给救了回来 这个木树还是非常大的 所以黑棋拐一个的时候呢 白棋跟着硬 黑棋居然在这个地方走出了一个非常丰富的劫材 白棋也是没办法 这一扑可以说这个结找的是非常的损 从局后来看的话 白棋是否要下出这手棋 有可能也是存疑的 是否应该在这边自补一手 这个结就算了 就让给黑棋 这样的话其实木树也并不 对于白棋来讲并不落后 不得已要下这样非常损的结材 对于这个结本身来说 黑棋的负担又轻了一些 再加上黑棋还可以继续在这边找结 这对于白棋来说 在这个上面 这个局部突然让黑棋多出了穷尽的结材 非常的懊恼 白棋一沾 然后黑棋又提结 白棋继续找损结 这种结对于这个像这样水平的高手来说 每找一步心里面都是在滴血 然后黑棋很顽强 我们看到黑棋由于当初设下了一个小小的陷阱 然后白棋没有很好 很明确的洞察到这样的黑棋的意图 从而导致这个事情 这个结材穷之不尽 那黑棋一般的时候 白棋没办法在这边再跟着硬了 如果你走这边的话 黑棋再打吃诸如此类的这种下法 所以白棋很无奈 但是也没有其他更好选择的 把这个结粘上 那在上面这个对杀是什么情况 我们再接着看 黑棋一场 所以我们看高手的棋会发现 他们很少会在一个局部就会被对方下出这种崩溃的棋 高手的棋一定是非常的有韧性 黑棋挤住 很有意思的这个收器的手段 把其长起 但是呢黑棋还可以继续跟着贴 然后再一长 原本是黑棋已经被吃掉的这么一个局部 现在呢经由黑棋等于是在二路有了一般来说有了这种长一个长器的话 对方就很难会从杀器的角度来战胜这个黑棋了 此时白棋做的只是自己做出一个眼 来抵抗对方来杀白棋 这么走完以后 黑棋一拐 白棋一立 双方各有一个眼 如果白棋收器 黑棋打 白棋提 黑棋提掉 白棋如果要敢贸然开棋的话 也是在拿自己的生死作为一个赌注 所以这个棋基本上就可以忽略 那可以看作上面的这个对杀情况呢 就是双方暂且的相安无事 是一个双活 对于黑棋原本被吃掉的这么一个 一块接近二十目级价值的棋来说的话 能够走成双活已经是一个很大的胜利了 所以这盘棋其实是李士时下出了一步鬼手 能够将自己的原本是一个颓势呢 力挽狂澜 好的各位棋友 今天的棋呢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 各位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棋四妙小 我是王湘如 今天的节目要给大家介绍一盘 来自韩国棋手之间的对局 各位请看 此时的局面呢是 应该说相对来说比较平稳的 那对局的双方是黑棋朴廷桓九段 白棋是李昌浩九段 可想而知 这样的棋局 这样的风格 非常的符合李昌浩九段的棋风 现在局面呢轮到黑棋先走 我们可以看到左下角 黑棋刚才与白棋进行了这个加与力的交换 这手棋通常情况下是一步是应手的棋 白棋的选择有力也有粘 如果粘住的话 在木树上肯定是不如立下去 暂且能够围到的木树多 但是 既然黑棋有这样的手段 我们都说这个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白棋为了争这个 暂且多的木树 此后呢肯定会付出相应的代价 再来看黑棋 下面的这个子 如果就论这个局部而言的话 飞回来的价值非常大 这块棋能够把它由室变成实地的话 也是黑棋此时想要去追求的这么一个目标 这块棋虽然现在还没有活 但是头比较长 面对的也是自己的这么一块势力范围 所以不用担心 还是要回到刚才的这个话题 就是既然黑棋已经在这做了交换 可以说是先损再先 那么他就一定程度上想要把这样的一个问题 把它损失弥补掉 之所以选择这样的一盘棋给大家介绍呢 也是因为 其实这个形状 我们在很多的实战当中都会有看到 在高手的棋局当中 我们也会经常看到对方有这个加 然后会有力之类的这样下法 但是当我们自己可能在实战里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 未必能够很好的去把这个棋行 有很好的手段 把它后续的下法下队 因此呢 我们选择把这个片段分享给大家 也是想让各位旗友通过这盘棋 在这个局部呢 有相对深刻的一个认识 那以后自己在对局当中呢 就可以试着去下一下了 那么我们来看实战 黑棋拖一个 这手棋如果 只论这个局部而言 不管这边的话 它是一手 是一手的棋 那面对这样的情况 白棋有三个常规的选择 一个是搬在外面 反击 再一个呢 就是搬在里面 还有就是更温和一点 就是退一个 首先我们先考虑 反击成不成立 假设没有这两个子 黑棋没有在这儿 埋下伏笔的话 这边如果简单的断 那白棋就会爬过 假设黑棋只能从上边打吃 然后再搬过来 这样的手段 虽然看上去黑棋 也是挺顺调的 可是这个木树损失也比较惨重 而且那么这两个子 黑棋等于是自己在搬石头 砸自己的脚 先前做的这样一个交换 不但毫无用处 还有可能就是 完全就是放在那儿损木的 那当时战 如果说我们要综合考虑这个局部 如果说白棋搬一个的话 黑棋怎么下呢 它可以从这儿反搬 这样假设白棋接触 黑棋可以断上来 鉴于这两子与白棋 这个子的这个间隔 黑棋从这儿拐吃过来 白棋就跑不掉了 所以纵使白棋有反击的意识 但是 此时的这个情况 现在外搬一个是不成立的 那如果说白棋觉得我惹不起你 我躲一手 虽然我们有些时候觉得这个退一步海阔天空 但是对手未必会给你这样的一种风平浪静的美好局面 它可能会继续 点进来 这样白棋挖一个 黑棋粘住 这个时候 值得提醒我们各位棋友 千万不要随手把这一下打掉 这手棋虽然是黑棋的先手 但是这样打掉以后是很卖味道的 白棋以后要在这边做眼 它铺一个跟吃在这儿眼味是一样的 但是黑棋等于是少掉了从这个方向挤一个给白棋中间多一个断点的这样一种选择 无论是黑棋以后断在这边还是点完了以后从这个穿向眼的位置 位置走过来 对于黑棋来讲 不管此时是否成立 至少是有这样的一个选择 所以这种时候我们应该多培养自己 把这种随手棋的这种问题把它渐渐的改过来 还要学会保留 假设像成这样 我想黑棋还是很满意的 它充分的把自己之前的这个加根粒的交换呢 利用到了极致 把白棋的味道呢 也是极致的挖掘了出来 所以实战黑棋拖的时候 白棋它是搬在里边 但即便如此呢 黑棋也不会轻易的在这个局部放过白棋 还是有加 所以其实下到这里 我们其我们应该对这个局部会有一个初步的认识 就是以后在这样的局面 假设对方要立下来的话 那这里有一个子以后 在这个地方跳一个 会 这个点是会形成一个比较重要的突破的手段 实战呢 白棋顶住 防止两边的断点 黑棋吃 白棋接住 然后把这个粘上 再一退 其实这个形状跟刚才白棋退 然后瓦吃在这儿的这样一个形状是大同小异的 白棋在这边少了一个眼味 但是它可以 这个图好处在于 它可以以后比如说扑进来 让黑棋的这个形状上气很紧 而且现在呢 白棋它拿一个先手 再从这边飞照过来 接着黑棋托 其实应该说 朴廷环和李昌浩九段呢 他们两位都是分别代表了韩国的 可以说是顶尖水平的这两代棋手 这二位的不论是年龄还是时代呢 都是有一个先后的这么一个分别 那我想说起李昌浩九段 应该是很多棋友们心中非常敬佩的一位偶像 这不单是因为他曾经在棋坛上称霸了很久 更是因为他孜孜不倦对于祈祷的这样一种追索 还有就是他为人本身是非常的谦逊温和 很彬彬有礼 所以我想就是正是这样一种很丰富的 这么一个整体的这样一种形象吧 给大家带来了一种很好的印象 然后因此呢 才会对李昌浩九段啊 会产生一种情怀 我们现在提到石佛依然是会对他非常的崇拜 但尽管他现在已经 鲜少在世界大赛的舞台上露面 但是他在韩国国内的棋战当中 依然是对于围棋 对于胜负是非常的有追求的 然后白棋挂一个 黑棋小尖 其实白棋这样下的话 这样的一个这几手棋交换啊 得失不明 白棋从这个方向来看 他把自己加厚了 不过黑棋以后从这个方向加过呢 他也可以把木树 其实是没有损失多少 另外白棋现在不敢挡 他如果挡的话 黑棋马上冲断 要作战了 黑棋在这里暂时的 这个忍辱是为了 更好的把自己的形状走好以后呢 然后来冲击白棋 小尖一个 在这些地方呢 职业高手他们对于棋型的这种 敏感程度是非常强的 这就是眼位 眼形 当然白棋 也给出了黑棋一个 适应手 铺一个 问问你黑棋怎么办 这个时候如果黑棋提的话 白棋再一扑 黑棋提 然后白棋这么一拐 下一步就要开截了 但是如果黑棋粘上 以后被白棋扑了 在一阶 黑棋整体的这个形状 有很多个刀把物 就是鱼形 带着自己沉重的棋型的话 白棋再把自己补回来 黑棋觉得心情上不愉快 当然如果黑棋一定要这么去选择的话 其实也未必是一个不能成立的棋 很多时候其实围棋就是这样子 我们都说棋如人生 每一步棋都是在做一个选择 就关键是看你 你对于棋的这种判断 实战呢 黑棋飞出来 要求把白棋断开 白棋压一个 白棋压一个 这个时候黑棋没有从这儿退 是因为他担心白棋从 这个方向走过来 这样下一步铺一个 和这个挤了袜段 黑棋觉得心理负担有点重 黑棋退 然后白棋一顶 虽然自己被分断了 可是他也要把黑棋给分断 不能让你走得这么舒服 这样一走呢 黑棋这块棋的眼位 会多少受到一点冲击 接着白棋再提 提完了之后 这个局部现在这个 应该说白棋暂时是先不用担心 但是以后的话 黑棋这一猴 注意这个棋 他不是吃在这儿 吃这个的话 被白棋扑进来 这就变成了一个 白棋的 可以说是 有力的连环节 也就是说白棋 他是活棋 但是如果黑棋要杀白的话 走在这儿 这样以后再吃 就是一个刀把武 所以白棋局部还没有下成近火 接着黑棋 再把这个三线上加回来 这个局部就算是告一段落 摆了这么多的变化 更多的是想让我们棋友们 对于这个非常常见的棋型 也就是加了白棋力之后 黑棋应该怎么在这个局部 产生什么样的手段 让各位棋友有更多的了解 以后对方如果立的时候 我们就不用苦于 没有手段去惩罚对方了 我们可以试着去下一下 这些下法 那在自己实战当中运用 应该会很有趣 好 各位棋友 直盘棋就为您介绍到这里了 好 好 好 谢谢观看